不不过生日,44岁贾静文宣布家里再添新成员。网友,祝福祝福! 贾静文与孙志好离婚后,和小九岁的修杰凯走到一起,两人至今已经遇有两个可爱的女儿,常常在社交网站上分享一家人的幸福生活。 最近不不过三岁生日,贾静文送上礼物,家里要有新成员了。难道贾静文又怀孕了? 一起来看看。 贾静文在微博晒出了为布布庆祝生日的照片。 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啊,布布都已经三岁了,看上去又长高了很多。 布布穿上白色毛泥裙子,还带了个王冠,真的就是一位小公主呢? 可爱的布布布打扮一下,也变得比原本更加可爱,让大家看了都大赞,根本和妈妈一模一样。 贾静文也在这天惊喜宣布家里要有新成员了。 图片来源,贾静文脸书。 贾静文昨天和老公分别在脸书后出布布三岁的可爱能照,开心庆祝女儿的生日,远在上海念书的吴童妹,也特地开示讯意起庆祝,一家五口温馨和照,让很多网友纷纷留言祝福。 修杰凯看着可爱的女儿又长了一岁,感性说,温暖的你总是有助超灵的贴心,天真的你总是有助单纯的开心。 更温馨喊话,希望你能继续快乐成长健康平安。 可见爸爸有多爱这个十二项天使,十二项小导弹的女儿啊。 除了收到叔叔阿姨们送来的礼物外,对于布布来说,今年最大的惊喜就是家庭中又添了两位新成员了。 这两位新成员,是两只相亲相爱的小鸟,一个叫做顽皮豹,一个叫做鱼鱼,这都是布布为他们取的名字。 照顾两个孩子都已经够忙了,如今还要照顾两只嗷嗷待补的女儿,连同事都笑她,家中有两个,如今又来两只,是觉得不够忙碌吗? 尽管知道会更加忙,可是贾静雯也还是这么做了。 他相信布布还有自己一家人都会承担起责任,好好爱护照顾他们。 贾静雯也开心分享,家里多了新成员。 他感性说,是生命,就有极大的责任给予照顾。 原来他送了布布二只小鸟,女儿还会新成员取了顽皮豹豫豫的可爱名字,让很多人都笑说,现在两个小妞还在嗷嗷待补,怎么又找了两只啊? 网友看到两只孩子可爱的模样,也忍不住大赞泰勾追的布布小公主了。 漂亮的布布,才看一眼就觉得好像看到妈妈,太可爱了。 怎么那么可爱,让孩子照顾小生病,也是很重要的人生课程。 布布这么细心贴心,一定会让顽皮豹和云云健康地长大啊。 参考来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